大家好, 来到星期二的赛事 今天介绍这两场重头戏 利物浦主场对波图作客 这一场热刺主场对曼城 亦是欧联八强首回合赛事 这场球有什么推介给大家呢? 大家可以看看 让球方面, 曼城让半一 这是否实际最终赔率呢? 暂时未知 不过从主客和客队性的盘口 看上去就像有半一盘 或者足智彩会有半一出 或者仰一球也不奇怪 当然, 入球大势来说 现在是2.5-3球 即是足智彩也会有2.5球 甚至乎3球、3球半或者3.5球 我相信欧联赛事也会这样开 这场球会推介什么给大家呢? 其实来说, 个人觉得这场球的盘口 如果是半一盘 其实就有点损 因为现在看到, 让半一还有一些高水 我觉得就有点危险 为何这么说呢? 这些就是个人猜测 因为我觉得这些球从实力上来说 无疑一定称高万成 虽然说是作客 但是作客往迹来说 也不会输赦给你 基本上来说, 如果说近季 基本上都是赢你多的 分别来说 上轮的英超作客赛事 也是赢你1-0 当时来说, 让得更多 让得更多 主要和赔率和今场都接近 所以来说 可能足智彩方面 也会参考这个盘口 如果这个盘口 正正也是个小比分 之前的曼城作客 不是第一次赢你 主场就更加不需要说 基本上来说 可以说近这两季 都叫全部赛事可以胜出 你说今场球 推介什么赛事给大家呢? 正正我也是推介入球勢 入球勢会出现哪一格呢? 到时我会在坚尿道发布 选择三球三球半 还是三点五球 就看他的赔率 为何今场球会推介入球勢给大家呢? 其实来说 也有个原因 本身来说 你说在二次来说 今场球 自己近职来说 其实都比较失色 输球之余 入球数字也是有限 当然他对着水晶弓 就能入到两个 你说他对着其他球队 利物浦来说 修咸顿 甚至乎阿仙奴 算是夹得一球球 你说对手曼城又如何呢? 曼城板凳的深度是非常足够的 而且来说 今场球也是刚刚叫做 踢完足踪杯 小胜了白礼顿 那场球来说 摆明就是轮换的了 也算是说 仰得很深 最后一比零到尾 之前来说 也有很多场赛事 也算是小胜 甚至乎是两个到尾 也不再去马 今场球 作下你热刺之后 其实去联赛 也要再作下水晶弓 接着 比较有趣就是 连续都再对你热刺 即是短期内 其实有三将球 都是对你热刺 我觉得今场球来说 首回合 只要曼城在你身上 不会失分的话 我觉得他已经比较稳妥 因为回到主场来说 曼城就吃硬了 今场球 你说盘口 让得比较稳妥 我宁愿选入球大小 即是说 如果有三球 三球半 我通常都会取向这格 选个小 如果只开2.5 和3.5 我就选个3.5 到时大家可以参考 兼料发布的提示 会选哪格 今场球 推介给大家 都是选入球小 比较稳妥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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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